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去吃葡萄店 來到這個最著名的其中一間葡萄店 你看到 排了長龍 你沒有排一個半個小時 你都不用知道有得吃 這條只是外賣隊 堂食就是這裏 Table Service 因為裡面那間是一個比較有歷史的店鋪 所以是比較漂亮的 但如果你只是為了吃葡萄店 這裡有一個捷徑 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 這裡有一個叫做Counter 2的東西 你如果純粹想吃葡萄店 就可以來這裡吃了 嗨 你在這裡就可以很快就可以有 立即就買到了 有一盒 一樣的 很新鮮的 很漂亮 有一個盒子 如果你買六個便有一個盒子 如果你買一兩個便沒有盒子 那這裡就是一個四人錢一個 那沒辦法 這裡你不排隊 不排隊便不能在裡面吃 唯有你在街邊吃 其實店鋪後面有一條街 其實是很清醒的 你也可以在這裡吃 那這兩包是甚麼來的呢 一包就是肉桂粉 一包就是糖霜 你嫌它不夠甜 你可以繼續下 嘩 它兩個黏住了 好搞笑 不要掉出來 嘩 咯 我先試吃了 嘩 如果非常脆 它皮這根上真的粗 很脆 每一層皮 大概有だからaktos 記住不想排隊的話就像我這樣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叫做LX Factory 這個是類似香港的PMQ形式的文創區 它裡面除了有特色的店鋪之外 其實它也有很多特色的餐飲 我們現在就走進去看看裡面有什麼特色的店鋪 LX Factory其實是位於里斯本的Alcantara地區 這裡最明顯的地標就是看到有個4月25日大橋下面 如果你想去的話乘15號電車就可以到達 這裡有一間很特色的書店 裡面的裝修很特別 很有型 這間書店是在1999年里斯本上城坐創辦的 前身是國家平板印刷廠 這裡其實在2008年才搬過來LX Factory 現在是認為世界上最漂亮的20家書店C1來的 在這間書店裡的西方中心裡 這裡是有很多食物的地區 這個地方叫Timeout Market 就在這裏 慶民裏面真是包羅萬有 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 究竟是否真的裏面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進來就好像有些歷史痕跡 而它亦有些二樓 這裏好像不開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這邊是Market的地方 應該就收了 這邊就是FoodHall 嘩 不錯 慶民這裏就會開到凌晨12點 如果你香港人剛好餓 半夜很餓 你都可以飛車過來吃 我們現在看看這裏有些什麼的店舖 雖然這個Market都有很多不同各地的食物去選擇 但來到這裏店舖先吃一些傳統食物 第一個就是有這個八爪魚 這個其實也很有名的 這個 好了 然後就有這個 也是八爪魚來的 但它是另一種煮法 有青口 蝦和魷魚在裏面 另外呢 這個TODAY的特別 我估計這個是一個魚餅 另外有一個risotto 在裏面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餐來的 包括飲料 還有一個很美的甜品 這裏要加上猜測多少錢 其實都不是很貴 大概呢 就五十元牛奶油爪 我覺得這個價錢還不錯 這個是其實二人份量都很多食物 那我現在就試試好不好吃 回家搭升降機你就搭得多了 無端端在街上有一個十層樓高的升降機 你說是不是很有趣呢 這個就是聖湖斯塔電梯 這個1902年已經建成的電梯 其實就是為了解決居民出入的方便 而搭這個電梯不是免費的 需要五個三歐羅 但如果你有李斯本卡的話 那你就可以免費乘搭啦 而上到頂層觀景台 你就可以飽覽整個李斯本的全貌啦 接著我們就去李斯本的公共交通工具博物館 走到這個博物館的盡頭 那你見到這裡有道門 但出不了去的 那有站牌和一些椅子 他呢就介紹我們呢 如果你坐在這裡呢 他感覺到一會兒就會有人來 接你在這裡走出去的啦 那走出去做什麼呢 一會兒告訴你 原來過一會兒就會有職員 帶你從這個後門那裡出去 登上一輛這麼漂亮的古董電車那裡的啦 什麼的 呀 ya 桂 為我們 第二段時間結束了 等待車程 之後你就到達博物館的另一邊可以參觀一些實體的交通工具 然後他就會一會兒過來又再接你坐電車出去 如果你還沒搭夠電車的話 在市區還有這些登山電車可以選擇 來到葡萄牙當然要搭一下這些登山的電車 其實除了最出名的28號之外 其實有些51號、52號這些都是差不多的 你不用去逼那部28號 因為28號是最多人搭的 因為它是世界上完全最窄一部的陣體電車 我們今天打Vivo是52號E 看看我們去到哪裡 因為我都不知道去到哪裡 其實路程只有短短的兩分鐘 如果你沒有李斯本卡的話 你就需要給4個2歐羅一個人 這個李斯本的貝輪塔其實是一個守護著李斯本的第一道防線 在古時來說 如果你需要進入李斯本的話 你需要通過這個海盒進入 它在這裡就可以佈防 然後如果你想攻擊它的話 你就需要通過這個海盒才可以進入李斯本 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裡面究竟它還有什麼擺設 記得參觀貝輪塔的時候 最好早點來 因為這裡逛逛地 排隊都要排兩小時 如果你拿李斯本卡來的話 雖然是免費 但是記得要去那個售票處換了票才可以進入 我現在身後這個就是熱羅尼莫斯修道院 這個修道院 非常之大和宏偉 我們就坐落於這個水族館的旁邊 而這邊也有另外一個室館 很漂亮的 這個是新的建築室館 由於剛才排的貝輪塔已經排了很久了 沒有時間了 我們現在就在外圍走一走 應該在這裡排進去 要多排兩個小時 看看我們在外面拍攝一些影像給大家看看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個Lisbon的一間米芝蓮一星的餐廳 我們今天就來到Lisbon的一間米芝蓮一星的餐廳 我們今天就來到Lisbon的一間米芝蓮一星的餐廳 我們也在市中心 也在碼頭附近 環境挺好的 試試看 disagree ya 其實是準備azo 我 trotzdem站在旁邊 雞尾巴 一般變成成雞尾巴 雞尾巴 茯爾就不要タ麽 這頓飯都吃了兩個多小時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我才會再拍另一條影片介紹食物 說得這麼快又由原理師本啦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記得CLS啦,謝謝你,拜拜!